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否也相同 过往的合计 现在的记忆 未来继续珍惜 乌龟雪里面没乌龟 却见证我们的岁月 习惯看台电枝谁的约会 风吹过亲吻我的脸 流下太不走的眼泪 潮上的星空有你才美 我们都向往成为天上行 像两座才能存在的证明 其实你就是传奇 我用一生来重新欢迎 拜拜 今天的话 你再去说说 展开地图出色 天方的雷鸡 情绪的陷阱 只能看我驕傲给你 我的天空 现在 请以热烈掌声欢迎 2013年 元智大学 102级毕业生进场 Now let's welcome the 2013 graduate of 元智文 University Wow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the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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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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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t's always a good time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3 commencement of UNG University My name is Michelle from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al Center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with you tonight 親愛的畢業班同學 親愛的畢業生家長 以及今晚所有熱情參與 畢業典禮的貴賓師長們 大家好 我是國際文化中心的老師 黃玉蘭 非常歡迎各位 歷臨2013年 源治大學102級畢業典禮 今年的畢業主題是 風起源泳至雙全 風起代表著源治深深不息的火力 源泳 象徵著源治學生 有著堅韌不拔的勇氣 面對人生中的一切挑戰 我們深信源治的全人教育 全球流通的理念 培育出的社會精英 各個不畏風雨 智勇雙全 Every commencement we come up with a theme by our graduates And the theme for this year is being brave and wise when the wind is blowing We trust that all of our graduates will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in life with courage and wisdom 再次感謝各位 歷臨源治大學 金碧輝煌 風起源泳智雙全畢業典禮 一同見證源治大學 102級畢業生最燦爛的一刻 現在我們就以最熱烈的掌聲 恭請源治大學大家長 徐旭東董事長 張繼福校長 以及前行政院院長 現任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劉兆玄 劉兆玄 劉匯長 歷臨匯長 好棒 歷琳現場的貴賓除了前行政院院長 現任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璇劉會長之外 還有徐旭平副董事長 王錦毅董事長 徐衛菇榮譽理事長 徐家鴻榮譽理事長 請同學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貴賓的歷琳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resence Dear Graduates Commencement means a achievement in your journey of life It's also time to recognize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your studies Now,it's time to present awards 畢業典禮不當然是人身旅途中 一個階段地完成 同時也藉此肯定在各方面表現傑出的同學 現在馬上進行我們的頒獎典禮 現在開始翻發學術成就獎章 化財所谷瑞倫 林俊祥 蕭寒聰 周東穎 陳育夫 光電所何紀龍 才藝成就獎章 機械系曾維廷 體育成就獎章 公管系黃伯中 高資淵 通訊系 陳俊廷 管理學院 布韓鈺 尤嘉敏 資傳系 林佩穎 涉政系 陳麗婷 忠語系 尤以軍 學術精紙獎章 化財系所 張瑞 范家瑋 電機系所 黃新寧 吳文娟 管理學院 毛子穎 資傳系 李鴻宜 學業精紙獎章 生物與醫學資訊學成 李正達 通訊系 周震鋒 光電系 陳嘉勳 電機系 吳文娟 管理學院 彭詠欣 陳芷瑩 王維涵 尤解如 王欣怡 石富嘉 鄧立文 體育精紙獎章 機械系 林業偉 資傳系 陳依蓬 資工系 陳崇光 印外系 宋廷欣 學術銀子獎章 機械系 林能國同學等24名 服務銀子獎章 印外系 林艾薇同學 體育銀子獎章 機械系 李冠雪同學等4名 所有得獎同學名單 請見舞台上方投影幕 恭喜 徐旭東董事長 張敬福校長 劉兆玄會長 王錦毅董事 副衛菇榮譽理事長 徐嘉鴻榮譽理事長 賴國華主任秘書 張百戰教務長 謝登旺學務長 陳新毅研發長 工程學院 李碩人院長 資訊學院 陳書院院長 管理學院 陳嘉祥院長 人社學院 劉阿榮院長 電通學院 陳永勝副院長 應外系 楊維雲主任 社政系 洪泉湖主任 易社系 阮慶樂主任 管院 何建德主任 管院 李立軒主任 管院 賴子珍主任 管院 黃一猴主任 為同學頒獎 請頒獎 請頒獎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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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再給一次熱烈的掌聲給得獎的同學 謝謝大家 接下來頒發學業優良獎 工程學院楊廷瑞同學等16名 電童學院陳敬慧同學等12名 管理學院李元均同學等23名 資訊學院張書豪同學等16名 人設學院楊代化同學等16名 群域優異獎 工程學院周子涵同學等7名 電童學院黃冠宗同學等5名 管理學院蔡孟景同學等2名 資訊學院陳宜安同學等8名 人設學院董欣宜同學等3名 熱心服務獎 工程學院陳輝宏同學等6名 電童學院郭承翰同學等4名 資訊學院鍾雪妮同學等8名 管理學院陳其軒同學等5名 人設學院葉佑佳同學等3名 傑出義工獎 遠志大使毛子寅張宣奇 輔導義工黃宇芳洪真一 生活兼兵中尚修許得凱 衛保義工陳傑顧玉德 所有得獎同學名單請見電視牆 恭喜徐旭東董事長 張晋福校長 劉兆玄會長 王錦毅董事 副衛孤榮獲理事長 徐家紅榮獲理事長 賴國華主任秘書 張百戰教務長 謝登旺學務長 陳心翼研發長 工程學院理說人院長 資訊學院陳書原院長 管理學院陳嘉祥院長 人社学院刘阿荣院长 电通学院陈永生副院长 生技所魏玉宏所长 应外系杨威宏主任 钟语系钟云英主任 通讯系李莹主任 公管系郑春生主任 资传系黄英贤主任 资管系庞金宗主任 魏同学颁奖 请颁奖 请各位给予得奖的同学热烈掌声 贵宾师长们请回座 各位亲爱的毕业生 你们还记得 新生入学辅导时的 元曲大考验吗 当时各系卯足全力 大声唱出原制校歌 校歌具有传承文化的精神 凝聚同学的详心力 现在我们就欢迎 毕严慧同学上台 请全体毕业生起立 We are pleased to invite all graduating students professors and VIP guests on the stage to sing the anthem of 元智大学校歌 也邀请台上的贵宾及师长们 一起合唱 元智大学校歌 一人浮视旋转坚坑 我校园只为责任说明 教育为力多知己 人才为贱货之本 收到兵勇 世间的一分 建要合作 相互相争 的确确实把我国家 放大眼光 转时轮转时轮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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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向国家旗旅程 谢谢102级碧联会同学 我们再次给他们热烈掌声 全体毕业生请就座 元智近年来 致力于培养同学的国际观 及十大核心能力 特别以扩大国际视野 培养global mobility 全球流通的能力为使命 我们期望每一位毕业生 能在世界各个角落 各个领域 拥有杰出的表现 然而带领元智 走向全球流通的国际舞台 最重要的灵魂人物 就是元智大学校长 张敬福校长 现在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张敬福校长 为大家致辞 恭请校长 欢迎我们的总统 教授敬福章 来举办词 毕业生同学 还有你们的亲友 许董事长 刘会长 各位贵宾 元智的老师同仁 这是我第一次主持 元智的毕业典礼 今年我们有学士班 1650位左右 硕士班800位左右 博士班大约30位 一共有2500多位的学生毕业 元智 创校到现在 一共有35000多位校友 今天我们为毕业生 举办毕业礼 用既兴奋又不舍的心情 送他们走入人生的下一阶段 兴奋的是他们终于完成这一个阶段的学习 不舍的是他们就要离开元智的家族去拓展新的人生 有天在校园里头 两位资管系的同学忽然拦住我 说校长可不可以问你两个问题 他说我们修一门课 那个老师要我们在校园里面随便找人问两个问题 我能说不好吗 他们问我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元智什么 我没有太想就说我喜欢元智的学生 他们还不满意 进一步追问我喜欢元智学生的哪一点 我说我喜欢他们优雅的气质 这是我来元智将近一年 经常在校园里头走动 偶尔跟同学说话 我的感觉 最近几个月以来 我也随机邀请一些同学跟我午餐说话 了解同学的学习和生活 有位同学跟我说 四年前他来元智的时候 十分不习惯元智周边的简陋 四年下来元智和他周边渐渐成了他的牵挂 毕业离开后 他会怀念这里的一切 有的同学告诉我 他怀念宿舍的生活 我问同学对于元智校园的印象 他们说元智是内力的中央公园 有人说 那个一进门的波道让他毕生难忘 绝大多数的同学都肯定元智给他们的教育 元智是认真办学的大学 同学这些话让我听起来 心里头觉得很高兴 我们更要继续认真地办学下去 这几天在中轴走道陆续有同学留下毕业私语 我也很好奇 跑去翻阅了一些 有些流化令人会心一笑 有些流化让人暖流由心底窜息 今天的毕业典礼会有两个重要的讲话 我们非常感谢非常忙碌的许董事长 能够前来参加毕业典礼 并且跟毕业生讲话勉励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中华文化总会刘会长来跟毕业生勉励 刘会长担任过行政院长 现在是马总统的执政 以刘会长丰富的阅历 相信他会有让你一生受惠的重点讲话 各位将带着元智的创办人所揭示的 成勤不慎的元智孝训 以及元智元素卓越务实 宏观圆容踏入社会 也希望你的元智岁月 让你认同元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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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记得吗 你有缘来到了元智来圆你的智慧 来圆你的志气 校长祝福毕业生 彭尘万里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校长对毕业生的勉励 今晚我们特别邀请到前行政院院长 现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 刘会长为元智102级毕业生 带来勉励和祝福 现在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刘会长 来总统欢迎访来 草长辉先生 邀请让我们为了证明的会议 董事长 张校长 各位毕业的同学 各位毕业同学们的家长 各位司长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好 本来我每一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都有学校希望我去讲几句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验 去年在台大讲话的时候 造成很多的大家的讨论 我想今年我应该休息一下 就不再去大学参加毕业典礼 不过这个想法立刻就没办法做到 因为张静福我的这个多年的朋友 他现在担任原制的这个校长 他跟我说这是他的任内第一批的毕业生 要举行毕业典礼 一定要请我来讲几句话 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推迟的 那我就想讲什么呢 大家现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就是去Google一下是不是 我就看看 那么最近最夯的毕业典礼的 这个大家讲些什么东西 我发现有一条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是这个非常著名的电影明星 罗伯·Denillo 他在这个绵因州的这个 这个这个贝茲学院 大家都知道贝茲学院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学部的学院 那么他的演讲说到什么呢 他说假如我正在演一个角色 导演第一张条子过来 叫我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导演讲的这个 跟我所理解 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 不太相符 这时候怎么做 我就点点头 表示同意 然后继续照我原来的想应该怎么做就去做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演员 你应该终于 你应该真实的 真实的真诚的 终于你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你如果不是演员的话呢 你就设定自己一个角色 然后忠实的真实的面对你自己 另外一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喜欢的呢 是Michelle 这个美国的第一夫人 欧巴马的太太 她说啊 当我们谈到 我们的将来 我们的未来的时候 我不要用说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成功 我也不要说 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尽力的把它做好 我也不要说我们去做最好的规划 我要用一个字 我们去发明未来 去invent这个未来 那我想这个意思 大家都很清楚 也就是说 通常在一个毕业典礼的时候 勉励我们的同学都特别喜欢强调 要自我 强调自主 甚至于有一些 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他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要与众不同 甚至于要前无古人 我听过 Bill Gates 跟学生讲的话 我也听过 Steve 贾博斯 他跟同学们讲的话 他们都是 在媒体上我们看起来 好像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没有完成大学的学业 他们不要学位 他们要把这个时间花在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可是我要跟各位解读 当我听见这些人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面是 游喜参败 因为如果在 在场的听到的这些毕业生们 在想 我的未来要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都是 几千几万个人当中 最后得到成功的 这样子的特例 真正的解读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要学位 因为他不停地学习 他的学问早就超过了学位 所以他要学问 他不要学位 那么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 我们只要学位 我不要学问 我只要文凭 我不要能力 但是绝大多数的年轻人 是在这两者之间 应该有一个自己非常清楚的 这样的一个定位 我们也听过一些学术的大师 在勉励年轻人说 我们不要去上课 我们也不要去相信书里面 所有的东西 尽信书不如没有书 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误导 我们才有独立创意的精神 我听了这个话 又是游戏参半 因为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在翘课的时间 他其实读了书 他就是所下的功夫 远超过他去上课 那个一小时所得 他把所有的书都看懂了以后 他知道这里面有些 不完整的缺失 他知道在哪里 未来怎么去努力 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也不去上课了 也不读书了 也什么事都没有做 结果他就什么都不是 可是绝大多数的人呢 其实也是在这两个的中间 那么自我很好 各位今天大学毕业了 要进入到社会去 在自我定位的时候 你会想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可是呢 这个问题马上就来了 我到底喜欢做什么 如果你知道 我恭喜你 应该全力去达到这个目的 可是很多的人 甚至于是多数的人 他其实不是那么清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许他更清楚是他不喜欢的事情 我们想想看 社会上有很多人 在我的这一生当中 碰见很多很聪明 很有才华的人 他在有一个梦 他要完成这个梦 寻寻觅觅 到了中年老年的时候 他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梦 他这一生 不是很快乐 今天我跟各位一个处方 保证你这一生会非常的快乐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不去寻求 刻意的寻求 去做你最喜欢的事情 因为其实那个事情是模糊的 但是你却非常认真的 把手上的每一件事情做好 这个事情做好以后 你立刻就有成就感 不管那个事情多小 不管那个事情 多少人在你以前都已经做过 他永远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也永远有用创意去改造他的 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创意 我们能够用这种努力 去做每一件小事情 哪怕小 但是这是你手上现在能做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成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你就会喜欢这件事情 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感觉 可是更有趣的是什么 当这件事情都做好了以后呢 就会有更多的机会都来找你 你不要去找机会 机会会来找你 那每一次的这个机会来的时候 你如果都用同样的态度 你把它做好 享受做好的成就感 你就喜欢这件事情 然后你就做更大的事情 那么到了 最后结算的时候呢 你虽然没有说发现 我真正在做我最喜欢的事情 可是呢 你却喜欢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这是多么快乐 多么值得感恩的一生 那么这个例子在哪里呢 我就用我自己的例子 跟各位说明一下 分享一下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 很想去做教授 更没有想过想去做行政院长 我曾经想过我要做画家 我也想过我要做作家 可是等我念完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念的是化学 我当时能够找到唯一的工作 就是教书 我也没有特别的兴趣要教书 可是我在教书的这个前九年当中 我把当时能够在国内得到的教学卓越 研究卓越所有的奖我通通得到了 有一天 我去跟当时的国货会的主任委员 我说我们跟国际上要相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的研究经费实在太少 我们的研究设备实在太差 各位那个是1979年的时候 跟今天像源氏大学的这种设备来比 是完全不能比的 我这样子跟他抱怨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说我们现在要好好的做一个规划 你要不要到国国会来做企划处的处长 我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我接受了 我三年之内呢 让国国会的经费增加了一倍 我觉得应该可以回学校 那么我回到学校去做理学院的院长 又有一天呢 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那新任的国会主任委员说 我要请你来做副主任委员 我说为什么要找我呢 他说有 我问了三个不同的人 请他帮我推荐一个副主任委员 三个人给我的名字是同样的 都是你 虽然不怎么认得我 他说 你一定可以做得好 那么我去做了以后呢 然后有一天 我在国外开会的时候 主任委员突然跑来 从国内跑来找我 那你赶快收拾行李回去吧 政府已经决定 请你去做清华大学校长 后面的一串的事情是到我到行政院的为止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都不是我规划的 也不是我去追求的 他为什么会来呢 我回头想 乃是因为我前面那件事情 我接近全力地把它做好了 我今年七十岁 我回头看我过来的这一生 我非常的感恩 为什么 我感恩我有一个机会 做那么多事情我都喜欢 原来我虽然不见得喜欢那些事情 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都变得那么喜欢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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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不可以做 你喜欢的一切 但你一定可以喜欢的一切 你做的一切 那么在很多很多的场合里面 我们都听到要给毕业生说 年轻人里面要有梦想 我们听到太多 太多这样子的说法 我今天要稍微做一个不同的解释 送给我们原字的 各位可爱的毕业生们 Yes, you should have a dream 你们该有梦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 让那些梦 美梦成真的一切 那个才是李生亚的主题曲 梦只是那个歌 的歌名 请你记住这句话 是所有的 使那个梦 美梦成真的一切 是你人生的主题曲 那个梦只是一个歌名 其实呢 我们这个 我们的老祖宗啊 也都跟我们讲过 其实我们空想没有用 我们应该站起来去做 我们把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 梦往石架 功在不舍 气而设置 朽木不折 气而不舍 金石可楼 一匹骏马 他再厉害他一跳也不过跳十步吧 一匹猎马 一匹猎马 他支支不倦地走了十天以后 他走到目的地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放弃 我们磕一个木头的时候 磕了一半就放弃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朽烂的木头也不会断 如果我们不放弃的话呢 金石为之为开 所以说 这些古人讲的话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 有价值的新的意义 各位 从今天起 毕业了 你会进入到社会 你会面临到跟你在学校里面 完全不一样的环境 跟不一样的挑战 也许你要从很 很小的事情做起 但是如果你记得我 刚刚跟各位的这一些话 不管再小的事情 在你的手上 你把它做的不一样 那就叫与众不同 你做的比前人都做的好的话 那就是前无古人 你的每一件事情 都做成这样的话 那你在社会上 不但有成就 而且有一个非常快乐 喜乐的人生 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 我来之前 我忽然翻了一下 你们的孝训 好像跟原字的孝训 是非常契合的 成 情 仆 圣 你们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孝训 我用白话文 跟各位讲了一遍而已 谢谢各位 祝你们 成功 祝你们 快乐 谢谢 谢谢刘昭玄会长 对毕业生的期勉 请各位同学给刘会长 再次最热烈的掌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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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產業包含紡織、石化、水泥、運輸、金融、通訊、百貨、觀光、營造、社會工藝等 企業領域橫跨十餘國 在領導人徐旭東董事長的帶領之下 遠東集團成為台灣企業界的奇蹟 現在就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這位傳奇的企業領袖 遠東集團徐旭東董事長 恭喜董事長 歡迎來到傳奇的企業領袖先生 你要聽我講話的話你的鼓掌聲音不夠大 謝謝 謝謝 各位這個才是我們學校的一個氣氛 你們幾乎要睡覺了 因為今天天氣實在太好 我想這幾年來這個畢業典禮 今天晚上可以說是最優美 這個最舒服的一個晚上 所以你們這個graduating class一定是了不起的 你說對不對 對 尊敬的劉前院長 校長 我們的老師 教授們 諸位同學 諸位我們同學的 爸爸媽媽姐姐弟弟 親居 然後我們所有的來參加我們這次畢業典禮的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好 Good evening 反應不夠快 我說Good evening 你們應該跟我講 Good evening to you sir 再來一遍 大家好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to you sir 這個反應 我可以說 在台灣沒有一個大學 有像你們這個樣子 對不對 對 I am proud of you Thank you 各位同學 有的來了四年 有的來了兩年 今天是一個快樂的日子 你們 得到一個文憑 得到了一個 學習當中的一個里程碑 你再想一想 你來的那天到今天 You are 完全不同吧 You are You are more intelligent 對吧 more smarter more beautiful more handsome more handsome 對不對 對 我們唱辦人 徐有祥先生 唱辦 學俗 好幾個大學 那麼他命名 緣次 是紀念他的父親 我的祖父 尤祥先生 因為在抗戰的時候 念書的機會不大 所以他對 能夠 幫著學生 有機會念書 所以在我們的公益 撥款上面 撥款上面 他對學校 非常的 慷慨 所以 遠東關係企業 我們目前 大計 估計一下的話呢 我們目前大概有兩六百多億的公益的事情 我們五萬五千個同事 兩百二十四個公司 都有心裡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不是單單純粹一個企業 一個工業 因為我們有公益的心情 所以今天第一點 我要跟大家表達一下的 就是說 你們畢業出去 不要忘掉 有機會 做一點公益的事情 這是很好的一件 使得你更完整完美 也不要忘掉你的學校 我現在沒有邀請你捐款 但是你應該記在心裡 有機會的時候 捐一點款 為下一代 好不好 哈 這聲音不夠大 好不好 哈 Wonderful 今天 我想了很久 如何跟大家 表達一下 這個今天的這個畢業典禮 我應該講些什麼 我想很簡單的報告一下 就是說 全世界經濟情況沒有那麼好 美國歐洲 大家都清楚 美國翻身的很慢 歐洲的問題根本沒有解決 中國開始也調整 它的成長速度 台灣 受到影響 但是我們要給政府最大的努力支持 繼續帶動我們 所以以這個角度講 你們今天畢業的程度呢 是很好 但是你們進入這樣子一個環境 這個環境呢 沒有關係 我們創辦人一直講 每天有好有壞 有晴天有下雨天 You have to live through 你要過去 所以 不要有任何的 灰心的事情 今天找不到工作 沒有關係 明天還會找得到 所以一定要有帶著一個 never give up的一個 形態 一個精神 一個attitude 一個 要拼 才會贏的一個精神 你說我們這一班 是不是有這個精神 是 聲音不夠大 有些人沒有這個精神 是不是 好 你們有這個拼的精神 我去年 我去年跟大家報告了一下 全世界全世界的企業 國家公司都在走 transformation 在轉型當中 每個企業每個機構 每個學校也都需要 transformation 那麼 要表著再補充一下的話呢 我們這個transformation 當中呢 需要更新 Innovation 我們需要效力 Efficiency 現在大家都在談 台灣效力不夠 政府機構效力不夠 等等 我們應該有這個態度 不要批評那麼多 大家增加Efficiency 你去哪一個工作 你去哪一個下半年一年的工作的地方等等 增加Efficiency Think Efficiency 在這個時候 我們大家對成本 非常要緊 所以整個關係企業 我們都走向Cost 因為這個時候 你不有Efficiency 你沒有Cost 那是很難能夠度過這個時期 我們需要有一個態度 我們需要 適應環境 Adapt Adapt 就這個環境的話 就是說 下雨天 你要穿雨衣 天晴了你不必 你也是同樣情形 你找不到工作 沒有關係 明天後天還會找 你要Adapt 你要適應環境 OK 然後當然很重要的 每樣東西我們做 我們都應該有多少 適合的所謂 這些的尺寸 Scale 所以我們關係企業講的話呢 在任何的時期 我們是一個成長的Model 不能說世界不好 我們就不成長 我們繼續 Always 帶著一種成長的一個態度 成長 在台灣不夠快 那我們就要到別的地方去 我們要到中國去 我們要到亞洲 我們甚至於現在在加拿大的投資 在美國的投資 我們要加緊 因為全世界變化 所以這個角度講的話呢 我倒希望給你一句 這個Marsel Prost 法國的這個作家 我很喜歡他 他說 The real voyage of discovery consists not in seeking new landscapes 仔細聽 The real voyage of discovery consists not in seeking new landscapes but in having new eyes but in having new eyes 就是說 你真正的試探 這個要真找的事情呢 景觀呢 不是找new discovery 但是你是自己 擁有一個全新的視野 一副新的眼睛 我們台灣目前常常碰到 好像改變不夠快 留著本位主義 all these things 今天我希望 我們這個班呢 出來所有的同學們 you have 在這個學校 過去的四年兩年 多少年內 給你一個 一對新的眼睛 new eyes 用新的眼睛來看 好不好 好 我最後 跟大家 稍許再補充幾句 補充幾句 我最近 accidentally 我又翻到 John Nesbitt 這一本書 他是在1995年 就寫了 Megatrend 大趨勢 然後 他的大趨勢 是用 Asia Renaissance 用亞洲的 Renaissance 用亞洲的Renaissance 重複 他講了八點東西 實際 實際上 再看 在1995年 他寫這本書 實際上 現在仔細看的話呢 完全一樣 完全沒有變樣 第一點 第一點 他說 國家 Nation State 區域 現在已經是被 Network 取代 Network 現在一個國家 一個區域等等 No longer Important 而Network 整個世界的Network 是你的中心點 所以你今後 在你的工作崗位上 你要了解到 全世界的Network Network 實在 太要緊 舉一個例子 我們的關係企業 亞洲選擬 三個禮拜前 他 需要更多的 現金 因為他在做合併工作 在做什麼 這個 需求 他 發了 兩億兩千萬的 這個 可轉換公司債 很抱歉 有的可能不一定清楚 就是你的公司債 可以轉換 我們 三點二十分 跟世界宣告 我要賣 兩億兩千萬的 亞洲的 可轉換公司債 諸位同事 諸位學生 諸位我們的遠東人 我在兩個小時不到 全世界 十六億人 來搶 這個兩億兩千萬的 可轉換公司債 全世界的連線 加起來 大概一百六十個 金融公司 經過網路 要購買你 是我們 拿出來的 八倍 所以 之外 你作為同學 Network 因為我們要有我們的信譽 我們的民生 我們的需求 它 一上馬 全部世界在不到两个半小时之后 就有八倍的资金需求 这个是network 这个network的效力度简直不可想想 第二个他讲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靠export出口 出口出口 实际上现在要改成了 要为民众内需consumer orient 中国一直出口 他现在转型要内需来增加他的经济成长 我们在看 我们以往一向是看西方 以西方作为我们的标杆 但实际上从最近这段时候开始 到下面走 实际上network已经讲 这个是亚洲的时代 亚洲的发展 亚洲的成长 速度不可想想 政府从一个highly controlled的一个政治的这个国家的体系 将来一定也要转成market driven市场军 我们今天一直批评 哇中油台电等等 效率又不高 价钱又高等等 实际上我们如果把它转型成consumer orient 民间企业 当然最好的一个sample是英国了 在Margaret Thatcher之下把英国转成这样子一个情形 我们可能也应该学习他们 第四节 第五点 我们从一个一个城市 会变 实际上 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所谓香港了 深圳了上海了 这个天津北京了 它变成了一个super city 香港从深圳全部圆起来 三亿人口是一个市场 上海从宁波 从苏州 连起来 三亿多的是一个城市 在北京大连天津 连起来是个大的 台湾也走向这个方向 台北 台北市 新台北 桃园 基隆 也是一个super city 但是速度 构想 作业等等 是不是一个super city 所以今天 你要生存 你要进到这个时代的话 你自己要想 which super city will you be in super city 我们现在亚洲走得快过 美国 美国目前没有这种想法 他 纽约 Chicago Los Angeles 他的super 不够现在亚洲的super 很快 我们的这个劳工秘籍的工作 现在要变成了 high tech oriented 今天 我昨天去看了computex 好不好 一流 但是 都是以硬体做主的 我三个礼拜前 在巴塞罗纳 参加 telecom 它显示出来的 都是software 硬体没有什么样子 so 这位同学 软体 systems app 是将来的 最后 两点很快的 这个 女性 啊 这位女性 我们很多 是将来这一个世界 你们真正上升的一个机会 women women labor force 是将来最重要的一点 总结论 在下一代 在你们毕业出来 走向新的时代的话 是西方要看东方 当然东方有很多东西 要向西方学习 但是 后面 十年 是亚洲的时代 亚洲的速度 亚洲的进步 会快过任何一切 你今天 随便抓一个数字 亚洲区 十亿的人口 会进到所谓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消耗 人员 用任何的消费 都在这个地方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 比我们亚洲更重要 我想 我今天已经讲够了 主要的 足后 我们这一班 2013年的毕业班 像今天的天气 很好 所面临到的全世界的问题 It's ok It's ok 你要有这个耐心 你要有这个态度 overcome overcome这些 You will be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handsome smart graduating class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不要忘掉 谢谢你的老师们 花那么多功夫 教导你们 谢谢你们的父母亲 家里 他们 这么长的一段时候 就看到 今天希望你 能够戴上方帽 很要紧 拥抱他们一下 跟他们举个工 谢谢他们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encouragement and thought propology speech 各位毕业生 及敬爱的毕业生家长 刘会长 因有事再生 必须先行离开 请同学以最热烈的掌声 再次谢谢刘兆玄会长 各位毕业生 在原志大学 不论是学业或是课外活动 相信都有丰硕的收获 今晚就让我们一起 以谢师典礼 表达对学校 及师长们的感恩之情 第一大礼 由毕严会 花志阳同学 薛志豪同学 代表全体毕业生 赠送桃子和李子 象征师长们 寻寻善幼 惠人不倦 逃离满天下 第二大礼 由魏宝义公 鲁冠桶同学 代表全体毕业生 送上锦囊 象征着师长们 竭尽心力 清囊相授 第三大礼 由生活兼兵 许德凯同学 代表全体毕业生 送上中国节 中国节为吉祥物之一 表示所有同学 祝福老师们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第四大礼 由辅导义公 王全敏同学 代表全体毕业生 送上淮山 淮山象征师长的 恩仲如山 第五大礼 由原知大使 彭宇勋同学 代表毕业生 送上彩献 彩献象征 施情绵延 恭请张百战教务长 工程学院 理硕人院长 资讯学院 陈书院院长 管理学院 陈嘉祥院长 人社学院 刘阿荣院长 电通学院 陈永胜副院长 代表原知全校师长 接受毕业生代表 线上五大礼 请传礼 请台上所有的老师们 起立 接受毕业生的感谢 现在全体毕业生 请起立 行鞠躬礼 并大声说谢谢老师 现在请鞠躬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师长 以及毕业生代表 请回座 全体毕业生 请就座 师长们请就座 现在是毕业生代表的 剥岁仪式 冒岁象征着倒岁 剥岁意味着丰收的时刻 各位在原知多年的耕耘 如今就如倒岁班 结石累累 学有所成 我们先由毕业生代表 接受剥岁 请博士班毕业生代表 工程学院 戴德中同学 请硕士班毕业生代表 资讯学院 陈中信同学 庆硕士专班毕业生代表 管理学院 邓丽文同学 庆大学部毕业生代表 人文社会学院 陈敏领同学 毕业生代表同学名单 请见舞台上方投影幕 全体毕业生 请起立 公请徐旭东董事长 张晋福校长 为毕业生代表剥岁 邀请乔业生代表 请请乔业生代表 请至台前接受剥岁 毕业生代表 请至台前接受剥岁 请各位给毕业生代表 热烈掌声 谢谢董事长 及张校长 我们再一次给毕业生代表 热烈的掌声 谢谢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及张校长 请回座 毕业生代表 请回座 全体毕业生 请坐下 相信在座的每位毕业生 在原制 都留下无限精彩的回忆 现在我们就请 毕业会会长 即毕业生代表 刘伯伟同学上台 代表102级毕业生 致辞 欢迎来 刘伯伟会长 我们掌声欢迎刘伯伟会长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毕业生代表 刘伯伟 我来自知传系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蛮爱胡闹的人 所以就算今天晚上是毕业典礼 我也没有打算要变得太安分 老师帮我校对过的字词稿 我没有带上来 我也不打算照着念 我只想把我这四年来的体会和当下的心情说出来 首先我想要感谢一路以来一起奋斗过的全体毕严会伙伴 以及协助过我们的毕丹们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 不是因为我比台下的你们优秀 也不是因为我的话比你们都多 而是因为 102级毕严会会长这个身份 或许台下的你们大多数人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 毕严会为你们做过了什么 但是 我右手边这群蓝色衣服的同学们 在这一整整一年中 为我们毕业生付出的太多太多 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还只是二三年级的学弟妹 接着 我想要感谢所有曾经在各个社团组织里 挥洒过热血的同学 以及 总是热情帮助学生们的行政人员 是你们让我们的大学生活变得如此精彩 是你们让我们除了课业之外 还有更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我们总是习惯看见事情光明的那一面 而忽略了背后默默付出促成这一切的人们 我们都知道环境变得越来越艰困 能够使用的资源越来越少 我们只能依靠彼此的退步和协调 尽可能的延续更多优良的传统 和试着做出好的改变 我们即将离开了 可是人留在学校里面奋斗的人们 却仍要面对更多巨大的挑战 所以我想要邀请全体毕业生跟我一起 为原志大学逐年减少的经费预算 莫安十秒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最后我想要代替全体毕业生们 向所有的师长们说真谢谢 谢谢你们这四年来的耐心教导 是你们使我们成长茁壮 我们会带着你们这四年来所教育我们的 我们在这学校中汲取的养分 迎接更多未来的金南贤祖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 现在坐在我们身旁的朋友们 我们说好了要一起继续追逐梦想 也感谢今晚来参加典礼的所有贵宾家长以及老师们 我们会带着你们的祝福在未来飞得更高更远 恭喜大家 祝福你们毕业快乐 谢谢博伟 博伟请留步 各位毕业生及亲爱的家长 因为有几位贵宾可能需要先离席 所以请各位以最热烈的掌声再次谢谢在座的贵宾 从小到大 家永远是我们的避风港 父母亲重视在背后支持着我们 今天刘爸爸也来到现场 我们欢迎刘爸爸上台 并代表102级毕业生家长支持 我们欢迎刘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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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我还是讲中文好了 英文没学好 本来想秀一下 徐董事长张校长还有在座的所有师长 以及在座的所有同学以及江长朋友们 大家好 好 别让后面的徐董事长看不下去 大家好 好 刚刚徐董事长说 I am proud of you 我刚刚在想 I am social of myself 为什么呢 刚刚在看到所有的受讲同仁里面 可能找不到我儿子 但是在工作同仁里面 却看到了我的小孩 那么 其实这是一件感到光荣的事 但是 为什么我说 Shan 因为他可能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为此啊 为此啊 我的律师朋友告诉我 你要不要告一下学校 我说告什么 他跟我举个要罪状 诈欺罪 那么这里没有法律系的同学啊 我就稍微放弃一下 诈欺罪的构成要件是 利用他人之无知 使其蒙受损害者 各位 学校是不是利用我儿子的无知 让他蒙受这么大的损害啊 如果 有跟我一样的受害者 待会可以再找我报名 这个 对不起啊 这个跟大家开个玩笑 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那么肚子饿的同学 我刚刚听到后面在呐喊 有人肚子饿了 我们稍微忍耐几分钟 我们言归正传 我这个儿子 就是站在旁边这一位刘伯伟 他从小学 国中 到高中 这个学习的过程 我 跟他的妈妈 不断地接到老师 学务长 甚至于是校长 打来的电话 什么电话 大家可想而知 他是一个标准的问题学生 四年前 他逃避了指考 利用这个推真的管道 欺蒙拐变 竟然 让原字的知传系 接受了他 我希望这学校不要告他诈欺 因为 我们知传系的教授跟老师 绝对不是无知者 所以这不构成犯罪的要件 因为原字大学所有的教授 师长们 是秉持着一个有教无类的精神 接纳了我的儿子 不容易 我的儿子 从四年前的一个问题学生 进到原字大学 经过四年的淬炼 我竟然没有接到 再也没有接到 学校老师或 学务长或校长 给我打电话 我想他妈妈也没有接到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我们学校老师太混了 根本不关心学生 有没有可能啊 大家一起说 不可能 来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那么就剩第二种可能 就是 我们学校的老师 尤其是我们知传系的教授 师长们 充分发挥了这个 因材师教 把我儿子教好了 各位同学 让我们再次以热力的掌声 来向我们所有的教授 师长们 感谢 这四年来 我儿子 从一个 问题学生 蜕变成一位 风度翩翩 有守有为 有理想 有抱负 我 瞄到有些同学 可能快吐了 好了 没那么好 但至少 他变懂事了 他成熟了 我想 这是 但是 比学习到任何的知识 都来得更重要 更难得 各位同学 毕业 不代表什么 毕业不代表结束 毕业代表什么 毕业代表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我想 各位同学 在这边 获得最珍贵 最珍贵的 就是 大家都 具备了 接受下一阶段挑战的能力 各位同学说 有没有啊 有 有没有啊 有 这一切 都要归功于 原志 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 有这么多 坚强 能够摆受忍耐的 教授 老师们 更要感谢 原志把这么多 优秀的同学 都聚集在这里 跟我的儿子 一同体力 共同成长 为此 我仅代表所有学生家长 向 学校 向老师 向各位同学 说声 谢谢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刘爸爸 对于原志大学的肯定 也希望102级毕业生 能永远以原志为荣 为表达毕业生 对父母的感恩之情 我们将请102级毕业会会长 刘伯伟同学 带领全体毕业生 向家长说声谢谢 请全体毕业生 起立 转身脱帽 向家长敬礼 并大声说出 谢谢爸爸 现在 请鞠躬 谢谢爸妈 请刘爸爸回座 请毕业会同学上台 请全体毕业生 面向舞台 现在 就请102级毕业会同学 以及毕业歌曲演唱团队上台 为我们带来今年的毕业歌曲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来了 尖叫 有没有听过 其实你现在说再见 虽然以后的你后悔 我们会在某个路口相会 未知的地方太危险 过去的风景不够美 有失效和泪灌溉的季节 再想来运动一下个游戏 再加上跨湖坠的超级 还会有一种魔力 那就是你叫游戏 从前的梦 不能再是说说 展开一途出走 前方多有惊奇 我们先去 尽管看 我骄傲背影 我们的天空 以为你的辽阔 你是否也相同 过往的游戏 过往的游戏 现在的记忆 未来继续珍惜 不愧是你的美乌龟 不愧是你的美乌龟 却连着我们的岁月 请观看台北点 是谁的游戏 风雪都清过我的脸 流下在骨骚的眼泪 早上的星空有你才美 我们都想要想为天下心 山羊主山羊主带着证明 其实你就是传奇 我用一生来不及 从前的梦 不能再是说说 展开一途出走 前方多有惊奇 我会先去 尽管看我骄傲背影 我的天空 以为你而辽阔 你是否也相同 过往的科技 现在的记忆 未来继续珍惜 膝振秋迷 有人听我说 陪伴我缝在脆弱的时候 可让生 reset 走回去 但你懂 就叫做默契 从前的风 不能再是说说 展开地图出走 前方多有惊奇 我不卸去 几方看 我骄傲回忆 我的天空 以为你的绕阔 你是否也相同 过往的合计 现在的记忆 未来继续珍惜 各位 全体毕业生请就座 原制大学的成长 与生生不息的精神 仰赖每一届学长界的交接与传承 现在我们就请校长及董事长 点燃代表原制精神的火把 光辉灿烂 星火相传 请传递 102集碧联会干部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为毕业生筹划一系列精彩的活动 碧联会辛苦的投入 犹如火焰般的热情 也象征原制精神永远不息 接下来 请将原制精神 传递给103集碧联会干部 所有干部们请就定位 请传递 期望103集的学弟妹 能继续秉持学长姐的精神 代代相传 金碧辉煌 好 谢谢校长 也谢谢原制大学102集 和103集碧联会成员 董事长及校长 请回座 接下来 进行大家最期待的波瑟仪式 恭请校长至台前接受推荐 首先 恭请教务长及五月院长向校长推荐博士班 硕士班及大学部毕业生 首先 恭请张百战教务长推荐博士班毕业生 请起立 博士学位推荐书 本校102年博士班毕业生既有 季节工程学系 阿希夫 拿提亚 杨宫廷 林漢俊 周国达 卢家俊 陈德琪 郑志凯 郭顺琪 陈怡和 陈孝隆 徐尔博 陆正威 张震翰 工业工程与管理学系 黄正淡 朱建正 一月川 黄琼华 邱威尧 張君怡 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学系 蘇柏豪 王世华 蔡景元 阿比吉 克里莎 阿迪哈卡里 代德忠 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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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孝武 資訊工程學系 曾婉惠 李忠岳 資訊管理學系 胡永昌 王建華 吳正榮 管理學院 謝松林 翁立娟 徐志明 江玉美 謝昆章 卵氏洪信 葉惠清 石徐貞 李國安 電機工程學系 黃旭章 黃有志 通訊工程學系 廖素民 光電工程學系 林韋庭 林建縣 莊全榮 共計 四十六名 均在本校修業期滿 成績及格 準以畢業 僅推薦授以博士學位 僅致 校長 教務長張百戰 中華民國 一百零二年六月八日 謝謝張教務長 請教務長回座 博士班畢業生請坐下 恭喜工程學院李碩人院長推薦 工程學院畢業生請起立 工程學院畢業生請起立 管理學系 先進能源 碩士學院學程 生物科技與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畢業生 張凱維等合計 兩百二十五名 及機械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大學部畢業生 林玉環等合計三百一十八名 均在本校修業期滿 成績合格 准以畢業 請推薦分別授與 碩士學位 警示校長 工程學院院長李碩人 謝謝李院長 請院長回座 工程學院畢業生請坐下 公請資訊學院成熟原院長推薦 資訊學院畢業生請起立 來 原製大學 碩士學位推薦書 本校一零二年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傳播學系 大學部畢業生 大學部畢業生 陳宜凡等合計三百八十名 均在本校修業期滿 成績及格 準與畢業 僅推薦分別授與 碩士學士學位 僅至校長 資訊學院院長陳淑源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八日 謝謝陳院長 請院長回座 資訊學院畢業生請坐下 公請管理學院陳嘉祥院長推薦 管理學院畢業生請起立 本校一零二年管理學院 經營管理碩士班 氣福學成 領導學成 國企學成 商學碩士班 財經學成 會計學成 碩士班畢業生 廖傑如等 合計兩百二十七名 即管理學院學士班 主修企業管理 主修國際企業 主修財務金融 主修會計 大學生畢業生 彭永鑫等 合計四百五十二名 均在本校修業期滿 成績合格 僅與畢業 僅推薦分別授與 碩士學士學位 主修會計智校長 管理學院院長 陳嘉祥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八日 謝謝陳院長 請院長回座 管理學院畢業生請坐下 恭喜人社學院 劉阿榮院長推薦 人社學院畢業生請起立 源自大學 碩士學士學位推薦書 本校一百零二年 人文社會學院 應用外語學系 中國語文學系 社會及政策科學學系 藝術設計學系 碩士班畢業生 馬茲林等 合計六十四名 即應用外語學系 中國語文學系 社會及政策科學學系 藝術與設計學系 大學部畢業生 陳敏寧等 合計二百一十一名 均在本校修業期滿 成績及格 準與畢業 僅推薦分別 售於碩士學士學位 僅至校長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劉阿榮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八號 謝謝劉院長 請院長回座 人社學院畢業生請坐下 電通學院林志明院長 因公務出國 改請陳永勝副院長代行推薦 電通學院畢業生請起立 源自大學 碩士學士學位推薦書 本校一百零二年 電機通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通訊工程學系 光電工程學系 碩士班畢業生 和紀龍等 合計一百二十九名 及大學部畢業生 周正鋒等 合計二百九十一名 均在本校修業期滿 成績及格 準與畢業 請推薦 請推薦 分別授與 碩士學士學位 請至校長 電機通訊學院院長 林志明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 六月八日 謝謝副院長 請副院長回座 電通學院畢業生請坐下 謝謝校長 恭請校長回座 接下來進行剝碎儀式 現在我們請各系所舉牌同學 舉高手中的指引牌 各系所剝碎師長請起立 請移駕到舉牌同學的後方 並且跟隨舉牌同學前往剝碎位置 麻煩各位畢業生 將您的帽碎放到右邊 交由老師們猶猶製作剝碎 Graduate are advised to switch your tassel to the right hand side of your cap 來 還是我們的halt法 對這個世界如果 你有太多的表演 鐵道論 就不該繼續往前走 為什麼 人要這麼的脆弱和陀落 請你打開電視看看多少人 不是逼在樂手ном 請博士班畢業生 畢聯會同學及四大異工同學 至臺前接受張晉芙校長撥碎 Doctoral graduates, Graduated Students Association and volunteer students Let's invite the president to switch your tassels 請博士班畢業生上台 畢聯會同學請上台 以及四大異工同學 我們恭請校長為你們撥碎 我們也恭請董事長 幫博士班四大異工及畢聯會同學撥碎 不要這麼容易就想放棄就像我說的 追不到的夢想我可夢不就罷了 為自己的來自欣賞生 先把海塗上新玩的顏色 工程門就不是問題 讓自己快樂快樂正在叫做意義 童年都只飛機現在終於飛為我設立 我所謂談到快樂 吃腳在天裡最經典推到累了 躲在睡過 被風給電腦趴了 誰在多想呢 我靠著大炸籃 追著風 站在高雄 睡著了 別怪其他跳進民眾更緊追 要不散在路上見不開心睡 等記憶已經就算沒有游泳 還記得你說家是為了城堡 誰知道像哥要繼續奔跑 為我笑 像時候的夢我知道 像時候的夢我知道 不要哭 讓營火中帶著你逃跑 想見到跟鴨 永遠的依靠回家 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 還記得你說家是為了城堡 誰知道像哥要繼續奔跑 為我笑 像時候的夢我知道 不要哭 讓營火中帶著你逃跑 想見到跟鴨 永遠的依靠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風情 想要回到最初的美好 就不好 odpow在這一下 快來 你懂得真點 啊 還懂得真可憐 嗯 再到我做 沒想到 空間 对这个世界 如果你有太多的表演 跌倒了 就不该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 能要这么的脆弱 陀落 请你打开电视 看看多少人 为生命再努力 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该自主 曾经一起 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 这身位的城堡 随着打向 都要继续赶跑 没有想像是狗的吗 我知道 想像是狗的吗 我知道 不要哭 让眼光中带着你逃跑 想见那个药 永远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美好 自己的雷尘心上身 先把海塗上新闻的颜色 共产名叫波什麽的 让自己快乐快乐 这才叫做意义 童年都只飞起 现在终于飞为我受益 我身为她的快乐 吃饺在天里 在晴天吹到累了 都在睡过 被风吹点到怕了 谁在多想呢 我靠着大杂人 追着风 站着高 睡着了 别怪其他的聪明中等颈椎 要往上在路上 却不怕心碎 等记忆 已经就算没有拥有 嗨 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 谁知道像哥要继续奔跑 为了微笑 像时候的梦 我知道 不要哭 让烟火中带着你逃跑 相见的哥要永远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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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记得你说这些 尾的城堡 随着大象 哥要继续奔跑 为了微笑 像时候的梦 我知道 不要哭 让烟火中带着你逃跑 相见的哥要永远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我会想到最初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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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由于时间关系 目前尚未结束剥碎的细索 麻烦请加快速度 谢谢大家 对这个世界 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天到了 就不该去先往前走 为什么 能要这么的脆弱 堕落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为生命再努力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该自主 曾经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道向后 继续跟跑 回头不想 想时候的梦 我知道 想时候的梦 我扯爱 不要哭 让烟火中带着你逃跑 想见的哥要永远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美好 最初的美好 太子 不太快 你去自助 你去自助 你跟着我 字幕特别是uitive 我是谁 他就不太 他就不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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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太太太 不太太太 再去巡衡 semua 先把海塗上新闻的野生 工程名叫不上目的 讓自己快樂快樂正在叫做意義 通緣的這飛機線 才終於飛入我手裡 我送回她的快樂 吃腳在有天裡 在晴天轉到累了 都在睡一會兒 被風給點到怕冷 誰在多想呢 我靠著大雜欄 追著碰撞著歌 誰在樂 別管其他跳成命中等頸椎 眼眸上在路上見不怕心碎 曾記憶已經就算沒有游泳 嗨 記憶的說 這是唯一的城堡 誰在打響歌 要繼續奔跑 鬼也微笑 小時候的夢我知道 小時候的夢 我知道 不要哭 讓煙火衝 帶著你逃跑 想見的歌 要永遠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 嗨 記憶了 你說假聲 未到城堡 隨著打響 各都繼續奔跑 你微笑 像時候的夢 我知道 不要哭 讓煙火衝 帶著你逃跑 想見的歌 要永遠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家 对这个世界 如果你有太多的表演 天哪了 就不该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 能要这么的脆弱 堕落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 多少人 为什么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该自主 曾经一起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 谁知道像个又继续赶跑 没有我想像时候的梦 我知道 像时候的梦 我知道 不要哭让烟花窗带着你逃跑 想见那个鸭永远的依靠 北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 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刷的 最后的梦想我可能不就罢了 为自己人在自己的层层 像般还涂上新闻的颜色 下一个吧 过这么就不是问题 让自己快乐快乐 正在调传意义 同年都只飞机 现在终于飞为我收益 我说为她的快乐 只想要在天里最经历 听到累了 都在睡过 别别疯了 天脑怕了 谁在多想呢 我靠着大杂浪 吹着风 站着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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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其他跳成命中 当精髓 有我身在路上 却不怕心碎 曾记忆已经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 这十位的城堡 谁知道像个要继续奔跑 会有微笑 像时候那么我知道 不要哭 让烟花中带着你逃跑 像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美好 既然你说家身为一样城堡 随着大杂浪 各都继续奔跑 为微笑 像时候那么我知道 不要哭 让烟花中带着你逃跑 像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我们下迅速尚 我们下远的依靠 每天伤长 开花 十二位 改变 都艺 着大杂浪 十二位 二位 一位 百含 厅 厅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表演 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能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个自主 曾经一切就是没有游泳 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 谁知道像个要继续赶跑 没有不想像时候的梦我知道 像时候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让营火虫带着你逃跑 想见他跟牙永远的依靠 北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美好 不要浸泡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摸摊的 最不到的梦想往个梦不就大了 为自己的两者谁要尝试 显板还涂上新闻的眼神 小一个吧 工程名叫不是目的 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 童年都只飞机 现在终于飞为我手里 我说为他大大快乐 吃饺在天里 在今天听到累了 都在睡 我被避风给电脑怕了 谁在多小呢 我靠着大杂烂 趁着风站在高水大楼 不会期待他从病重点进追 眼光伤在路上结不大薪水 曾记忆已经就算没有游泳 海济浪的双架是唯一的城堡 谁知道像歌要继续奔跑 没有不想像是过的梦我知道 像是过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让眼光中带着你逃跑 像剪刀歌要永远的依靠 会找到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 海济浪的双架是唯一的城堡 由于时间关系 目前尚未结束拨碎的戏锁 麻烦请加快速度 谢谢大家 福祉见证了 美好 年轻人 决定离开 对这个世界 如果你有太多的表演 跌倒了 结果该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 能要这么多脆弱和堕落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为生命再努力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该自主 曾经一起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这身位的残暴 随着大向 都继续更多 由于时间关系 目前尚未结束拨碎的细索 麻烦请加快速度 谢谢大家 我从在这里逃跑 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 未到最终的 后期的课程 你会开始另一步 我们愿意祝你所有的最佳 和尽充你的梦 我们永远会在这里 支持你 亲爱的102级毕业生 剥碎仪式的完成 代表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请代表全校师长 祝福你们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 走得更稳健 更踏实 早日实现你们的梦想和抱负 我们会永远在这里支持你们 给你们最温暖的依靠 再次感谢各位毕业生家长 及所有贵宾参与今晚的毕业典礼 最后 敬祝各位毕业生 红尘万里 珍重再见 2013年元智大学102级毕业典礼 李晨 谢谢你们的典礼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勇气 再加上跨不追忆的憧憬 还会有一种目的 那就是你叫勇气 从前的梦 不能再太说说 张开地图出走 前方都有惊奇 我不先去 尽快看我骄傲背影 我的天空 以为你又辽阔 你是否也想走 我忘的痕迹 现在的记忆 未来继续 珍惜 无归时里面没无归 就见证我们的岁月 习惯看台电枝谁的约会 风吹过亲吻我的脸 留下来故纵的眼泪 朝上的星空有你才美 我们都想成为天相星 像两种常存在的证明 其实你就是专起我用一生来奉行 从前的梦不能再声说说 展开一途出走 前方都有机器我会先去 尽管看我骄傲背影 我的天空因为你而辽阔 你是否也想走 我忘了痕迹 现在的记忆 未来继续 珍惜 有人听我说 没把我疯在脆弱的时候 来不及说的话有所回去 但你懂这叫做默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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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